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这个星期的《新桑海神舟》 又是我桑普,旁边就是我拍摊杰斯,杰斯你好 你好桑普,又一个星期,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新桑海神舟》,来到桑普频道的《新桑海神舟》 第一次在这里,第二次记住去杰斯频道 那我们今次讲些什么呢?就是关于我在台湾 那一定先讲一些跟我有关的事情 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解放军 就有所谓的联合力兼2014B 就贱逼啊,贱逼啊,贱逼啊 怎样啊? 怕不怕啊? 是 好害怕啊,很害怕啊 但是都是害怕了一会儿 人家那位歌这次是的,效力很短啊 24小时都没有啊 是的,就是这个今年第二次的这个是 围台军演,讲到围台围什么呢? 接着有些大公民汇报就说,锁住台湾的烟后 但是锁了不够13个钟呢,就放手了 台独呢,没有被人扼杀,又胜利了,是不是这样呢? 就是这些这样的共产党的一些想法 喂,你说锁住呢,你说锁住呢,反过来 其实现在差不多每一次围台军演,国军呢 就是国民党,不是国民党,对不起 中华民国的军队呢,其实都同时演练的 其实在台湾头上飞的那些飞机呢,大部分 就是解放军的那些飞机,是被国军呢,是锁死了的 就是都是锁死,你以为锁死人家的台湾 但是其实它是不知情地被国军呢,是锁住的 那这个都是一个演练啦,就是要打你下来,其实是打得到的 是啊,就是看到中华民国军队也都没有被任何的共产党军队 飞越台湾领恐啦,擅自声明啦,共击共南武啦 它只是在旁边的地方那里,不断地在那里揣扰啦 那13个钟头完全是掌握到的 那我可以这样讲啦,这件事呢,令我有几样东西的感想啦 那当然它是围台军议不是突发的,事先有通报美国的 那也都就是台湾也都知情,那也都有方法防御 这件事就是说呢,我是发烂渣,就要在你家里,好像狗那样 我一督,二督,三督,尿围着你家里一样 就是这些东西是没有意思的 那你说这个方法就是它打,完全没有撕弹 完全是空包蛋来的,我怕这个是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就是什么呢? 美国呢,可能就是请求这个大政德做一件事 就是它原先是出席一个,我那天是10月14号呢 有一场是关于国策研究院的 和陆委会举办的整天的论坛的,那我都有去的 那余茂春啊,或者其他一些,很多的评论人都有出席的 那美国就说,乃清德,你原先答应了去这个 你就不要去,你不去就不发表演说 不发表演说,暂时减少冲突 你要讲的事,遲些才讲 但是今天,他们围台军演 就是可能美中之一弹是一个默契 喂,你共产党射飛弹 台湾不要做挑衅动作,That's it 那乃清德,算了,那说真的 也都不需要抢载这个地方到欠风头 在这里做brinkmanship也都不需要 那不如呢,就走一步,那就不会做这些 那一天他在组统府开很多会 那一天都开很多会 那13个钟就结束 这个我所知道的情况 另一方面呢,就是看到 喂,军演前后呢 军演我们叫做心理战 就是希望我们一洞走我们 啊,很害怕啊,那样 其实我自己问回所有台湾的人 就是叫做马照跑很精彩 是啊 完全歌照唱,军照好感觉 军演那天的新闻 台湾继续是如常 政论节目 都是继续在这儿,柯文哲,精华性 还有新鲜一点点的 都是同日发生的 就是谢国良的罢面 是不是呢?大家仍然在这儿讨论 基隆市长谢国良的罢面 就是没有什么人是太过多去讨论 这个维台军演 那只是循例性地去报道 就是我完全不同意杰斯这样讲 就是大家的观察就是刚刚杰斯这样讲了 就是没有人会care nobody cares 这个就是对他最大的讽刺 OK 这个你说台湾人会不会太尤弱 不管这种东西 吊耳轻心那方面 他就不会吊耳轻心 第一样东西要打过来 第一要接战的是什么呢? 就是军队 军队会在戒备 第二样东西就是说 我们知道如果真的要不就躲 但是我们不会因为他在搞这种东西 哎呀很害怕啊躲起来 没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你说很危险啊 绝对不是 没有这样的危险的感觉 但是当然要备战 就是准备战争而不是求战 要应战而不是逃避战争 这个是另一件事 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件事里面 共产党就叫双截棍的 第一截就是用心理战 和马英九门去发动起这些所谓的 这些所谓的舆论战 或者叫做资讯战 首先呢 一个铁台的艺人 欧阳娜娜 就是我记得是欧阳龙的女儿 以前在台湾那个 很多综艺节目 有做过立法委员的 就是我记得是有段时间 郭文党的立法委员的 那她之后呢 欧阳娜娜就是她的女儿 已经在中国发展很久了 香港人可能不是很认识她的 可能有些认识她的 大陆就没人不认识了 没人不认识了 OK 那她的抢头香 就是转发了这个 中共央视军演的示意图 就说呢 橫台是一个心形的橫台 用爱 用心心来给台湾 既然那么喜欢心心 要不需要心心给你中国呢 不如叫美国 大家心心为中国的 或者心心爱彭丽媛 在那儿画心心给她 是不是 就是这些东西 在她身边 不断地环绕 是不是最好呢 那些无人机 心心环绕中南海 是不是最对呢 就是这些叫做荒谬 那你将这个图呢 将它传出来 跟着呢 就写了一个 一句话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 只有一个中国 哇 不得了 那当然呢 乃 乃了东西之后呢 还要 张绍涵 林瑞阳 和张庭夫妇 名道等等的一些 台湾明星呢 分别贴出一些字 祖国统一 世不可党 只有一个中国 海卫国家主权 维护国家统一 这些这样的说法 喂 什么叫维护国家统一 国家本来就是不统一 你才要统一嘛 那你怎么维护一个 完全未实现的东西呢 你只是追求 不会维护的嘛 对不对 连中文都不会写 所以这些这样的垃圾 写完垃圾的话呢 那台湾法律 有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些这样的人呢 答案呢 是很难的 因为呢 言论自由嘛 即使你说 你在中国里 你要呢 我要支持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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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你要说 我要支持共产主义 我要支持社会主义 那你美国倒都不会被人逮捕你的嘛 我要支持中国 这个收回这个阿拉斯加 其实怎么收回呢 完全都不是你 说就说是啦 收回阿拉斯加 那也都没有人说你是有问题嘛 你只有言论 没有行动 没有组织 那别人怎样去处理这个问题呢 那在台湾里呢 也都比较交一些的 他就不会去处理这些问题 你说有没有办法对他们罚款 取消他们的国籍 国籍很难取消 可以取消他们的户籍 即是说他们没有办法拿建保 或者是做一些罚款 但是现在呢 你说你这些这样的东西呢 都于法无据的 那唯一一条我所知道的法律呢 就是一条很重的法律的 它是这样写的 叫做它的刑法104条 那个条文呢 就是那个名称叫通谋喪失领域罪 条文是写说 通谋外国或其派遣的人 外国呢 在刑法在2019年修正的时候呢 将它扩大解释 包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 就是包括了大陆政权在内的 就是115条之一有这样的写法 就是通谋中国 意图使中华民国领域属于中国 那就是判死刑或冒期盗刑 它的字是相当操疏的 始终香港国安法 因为这些字是很多年前 我想是去到 国民党年代 白色恐怖年代 甚至比白色恐怖年代 甚至比白色恐怖年代 这个刑法呢 我记得是1930年代 在中华民国还在大陆的时候 或者是 就是它远早于这个 我记得是远早于这个 宪法的制定的 所以这个刑法的本身呢 它本身就是通谋中国 意图使中华民国 不是 应该补充 补充 应该是通谋外国 如果刑法104条 通谋外国是通谋外国 没有指名是中国 当时的外国 就没有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通谋外国 意图使中华民国领域属于那个外国 或者他国者 就是处死刑或无其途刑 现在放在台湾的 context 因为立法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情况 现在的情况就是说 通谋中华人民共和国 使台湾属于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话 就是处死刑或无其途刑 这个什么叫通谋 什么叫意图 这个完全没有定义 而且呢 全部用那种非常极端的刑法 来处理问题 两个问题 构成要件相当不具体 抽象 第二个问题 刑法相当重 他有轻一点的 他有轻一点的 如果他判定你是预谋 或者是阴谋的话 就是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其途刑的 好国安法 好国安法feel的 这些都是以前 就是国民党年代 整下来的 这些这样的刑法 是的 我印象中就是 去到这个台湾以来 台湾是没有用过这条法律 去告任何人的 这个是放在外患罪章的 就是外患罪的章节 没有用过这条法律 去告任何人 因为你做检察官 你做法官 你要将 比如说刚刚讲的 这个欧阳娜娜 判死刑或无忌途刑 这个太厉害了 是不是 三年 我想都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我会认为 预备 他都没有预备 他实行了 他就是预备和阴谋 要这么说的话 你判得这么重 那怎么办呢 所以没有人这样动手的 那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没有任何的法律 可以治理这些问题 也都觉得这些东西 完全没有任何的杀伤 当然了 这些艺人 他不是军工教人员 他不是军队 公务员 教师 那变成了 他负担的东西可能会小一点 他享有的言论自由 这个广一点 但是按照这个道理 他唯一的情况就是说 在两岸条例 找到一条 就要第九条 第十条 就说 任何的台湾人民 进入了中国大陆地区 不得从事 防害国家安全 获利益的活动 就是这么说 当然了 这件事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呢 他说到没有 他说 自古就是中国领土 只有一个中国 他没有说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可以拗的 他可以说 哎 这个祖国统一 世不可当 没有说哪个统一哪个 他可以硬硬地拗的 但是我就说 这些这样的稿 全是中共的党中央 已经有零之后 发给下面的党媒 再发给他们的经理人公司 那些东西完全不是他们写的 是要那些经理人公司 党委 要他们写这些东西 要他们的微博 帐号 微信帐号出来 那他们的做法 就是说只是出的 那他们要 找饭吃渣 兜接吴康仁 金钟掌都不去 是吧 你看那些 什么招安普 我们上次讲过 哎 又不去 那这些这样的东西 全部都是 做这些填共的行为 但是我刚刚讲的 两个条例第九条第十条 是没有罰质的 就是你今天 你防害国家安全幕 你这个活动 那又怎样 看完整个法律 是没有罰质的 那搞法的话 很低人的害怕 那这个问题 如果你说 如果讲得深入些 就是说 共产党不断利用 这些这样的法律漏洞 去做任何的 舆论战和媒体战 而基本上 是不是靠法律 去惩戒这些人 还是我们要靠 公民的教育 去使得那些人明白 我想也要商管齐下 既要公民教育 也都需要法律 去处理这些人 这个地方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想问一下 你会觉得 如何去看这个现象 两个层面 先不讲法律 法律其实有很多问题 在《刑法104条》那里 但是呢 其实今天 台湾是一个自由的世界 自由民主的国家 其实不仅仅台湾有面对这些问题 很多自由民主的国家 其实面对中共滲透那里 都有一个位 是一个死门 是一个束手无策的死门 加拿大也是这样 澳洲也是这样 就是 你怎么定义 什么叫做中共的滲透呢 是不是呢 那你又说 他反过来就会常常用 就会善用你国家的那些言论自由 民主 然后去打你回头 如果你引用刚才说的欧阳娜娜 或者张绍涵的例子 你试想一下 如果民进党今天 喂 就拿《刑法104条》出来 就对最近的这些 五康人 安普 张绍涵 欧阳娜娜 OK 起诉他们 喂 台湾立即可以有个感觉 是变成好像香港这样的 还有会有一种白色恐怖的 的感觉出来 那这个 这个是 以往其实都有一直都有这个 这个担忧 所以这个不是法律的问题 这个是 技巧的问题 观感的问题 很多的问题 这个是不容易处理的 回到《刑法104条》 我先讲一个笑话给大家听 挺有趣的 今年的立法院其中有一次开会 这个国民党的总召 附军奇 试过有一次质询荣泰 关于两岸观光旅行的时候呢 附军奇呢 就这样说的 他说我要提醒你总统赖清德 他说如果按着中华民国宪法 来宣誓的 你这个赖清德 你是中华民国总统来的 好了 你如果是中华民国总统 你就不可以忘记 在中华民国宪法 这个概念就是 目前就不是两个国家来的 你赖清德呢 如果说到福州厦门那些人的旅行 那些是你的指民来的 国民党就是 附军奇之流就是说这些东西 就是他说中华民国宪法里面 真修条文第十一条呢 他有说过 那个是后来 当国民党 入了去台湾之后 修宪出来的 真修第十一条 他说中华民国 分开了一个叫自由地区 和一个叫大陆地区 OK 大陆地区不是外国 OK 我希望大家听得明白 这个是自欺欺人的 自欺欺人到今天都还自欺欺人 国民党有些好像附军奇之流的人 他会认为对岸那边呢 是中华民国 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赖清德做得这个 就是中华民国总统 你就要照顾对面那些人 过来旅行的 他用一个这样的理由去 就是说其实很荒谬 大家都知道很荒谬 但是那些条例因为没有改 中华民国宪法一直没有改变 中华民国宪法还包括对岸那边 举多个例子给大家 都是发生在去年的 不是很远的 有个台独组织叫台湾国 曾经告过马英九 马英九去年呢 试过去过湖南 OK 参加什么湖南大学的学生讲座 他就用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法 马英九啊 前中华民国总统 他竟然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法 他说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那然后回到台湾呢 台独组织的台湾国 是告是尝试过 入用刑法104 是告这个马英九的 其实是很适合的 应该 因为就是他通谋外国 及其派遣人 意图使中华民国领域 属于该国话他过阵 其实 其实马英九这两年做的事情 全部都是犯了104条 但是 马英九 虽然后来 直接法院都不理 马英九都拿过出来说 喂 大家看看中华民国宪法 真修条文第11条 我什么时候有通谋外国 因为在中华民国宪法里面 那个大陆地区对面那个 都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所以你说什么通谋外国 今天是可以真的去到这么荒谬的 所以你很难入他们这些人 去通谋外国 但是事实上 中共就是不断在台湾滲透了 是啊 如果你说法律的话 2019年之前 刚刚马英九门说的是对的 2019年修改了刑法 放了115条之一 已经将外国这个字 扩大为包括中、港、澳 就是六港澳 大陆地区、港澳地区 所以就说 在2023年刚刚讲的 就是台湾国 去告马英九的时候 他说 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当然了 是不是要死刑无期徒刑的话 那你发呼气可以这么说的 但是我会觉得说 这样的话 开一个先例 就是刚刚 帖斯先生开始讲的了 香港国安法就不随了 回来 是啊 所以我们很小心处理这些问题 现在我知道台湾 它对于这些所谓的 一些心理战、舆论战 它们面对政治作战 political warfare 共产党的政战 是几件事它们会特别处理的 比如军人的洩物 比如说公务员的受贵 就是那个地方受人的弱着素 比如说你要发展组织 就是比如说 搞过什么统促党那些东西 但是统促党都不会被人crack down的 你要发展组织 有证据是帮共产党做事 第一很难守正 告得进来的 量刑都是最低的起点的 还有有些就是很离谱的案件 比如有一个军官 有一个军中的重要的人员叫做 郑志民 他的父亲叫做郑超明 这个案件就是怎么样呢 郑超明、郑志民去到中国那裡 被中共的统战部过来 我们签一份文件 你们建议军人嘛 行 我们签的文件就是说 当共产党军队来到的时候 你们要用北平模式处理 什么叫北平模式呢 就是国共内战当时候呢 所谓的北平模式就是这个副作义 开门呢 就是完全不战而行 就是你要做五三季 你要做副作义 那这个是北平模式 当时你知道国共北平战役一万势 当时有这么处理 是 好了 北平模式 还要支持祖国统一 你要OK 那你OK 我OK 付钱 付着便宜 然后呢 簽字 好了 去到台湾东窗事发 你知道这个人判了多久呢 一年 是一年 还可以减刑的 OK 你想想这些这么罪大恶极的人 你都可以判一年 不是罪大恶极的 你至少通匪都判一年 他用最低 就是整个刑度 比如国安法 最低假设是三年到十年 他用三年到两年起点 这些是所有台湾法官的问题 比如发展组织 这些 一年到多少年 用一年做两年起点 就是这个就是他们的想法 你问 那些郭伟健 那些什么 那些什么 以前香港都是这样的 不然现在不是 现在当然不是 是啊 那他就于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做事 就是等于重清而不重重 而这些情况的话 完全没有任何的阻害力的 好了去到这样的位置 马英九出来说 刚刚杰斯开了个头 就说 喂 你中和民国宪法第四条 讲中和民国是及于固有僵域 中和民国的宪法增收条文第四条第五条 讲明是 变更领土的话 四分之三出席的立法委员交给全民再覆绝一次 基本上 impossible 就是practically impossible 刚刚讲的第十一条 都分为自由地区 大陆地区 所以大陆地区有两个条例 有港澳条例 OK 所以这个这样的做事方式 就是说现在台湾的情况 但是你问 2300多万台湾人 你不要读那么多的诗片先 我只是问一句 你觉得我们的国家有多大 有多大 今天最近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 和海基会的秘书长罗文嘉 就去了马祖 梁文杰就去了马祖有几个列岛 有南干、北干 就有东引的 就是最靠台湾海峡的 东引的地方 有一块碑 在最北面的地方 就写国之北疆 就是说整个中华民国 我们最北的地方 就是东引 那个最北的点 所以它证实了 蓝千德总统最近 郭庆英署说的 中华民国 在台澎金马 已经落地生根 这个是生根论 这个生根论的意思就是说 中华民国在台湾 而且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没有台湾就是没有中华民国 我想这一点是大家的形式 这是一个很新穎的概念 你问我 我们要面对现实 你刚才说得对 这个概念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杰斯里以前去东莞 东莞人有没有觉得我是中华民国人 你上海 你去北京 我去这么多次 有没有觉得 我不是 我是等待这个中华民国 王思归来 班思回朝 是不是这样的想法呢 半个都没有 但不要说其他地方 你问西藏人 他会觉得我是中华民国人 前几段我去达兰萨 那些流氓人觉得我是中华民国人 就这样 你去新疆问一下 外蒙古问一下 都不是这样觉得 那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 桑普 说到尾就是 这个现象 大家明白了 因为你已经脱离了很久 1949年之后 已经两边一边一国 你不承认也好 我们基本上 不是跟你说法统、正统、道统 几多支持国民党的粉丝 包括看我们的节目 有部份都是 他们认为是什么呢? 他们认为是 正统、法统、道统在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113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75年 当然比你大了 用这种方法来说 我不会否定 如果你有种全城 就是賴清德的说法 我不会否定 但是你有一个地方就是什么呢? 你会觉得 中华民国是及于秋海棠 秋海棠就是整个 以前整个版图 那你会觉得你想象 然后说 他们我们是有主权 但是没有治权而已 这些是上入非非的 那月球也有主权 上河是不是 奔月也是首先发现月球 那月球主权属于中华民国一半 就是你继续可以这样讲 但是我只是说面对现实 面对现实的重点 按照我们基本的法律认识 主权在民 住民自缺 记住这八个大字 主权在民 住民自缺 联合国人权宣言 是不是? 两大人权公约 那问题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选举 是不是参加所有 14亿人一起来玩的? 不是嘛 他们没有选举 那他们陷入了黑洞 那他们又不反抗共产党 我们当然是希望他们反共 但问题就是今天 我们的主权在哪个地方? 就是台澎金马 一串领土都不能少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 有选立法委员的金门马祖 OK? 也都有代表在里面的 所以我想这一件事很清楚 这个就是我们的国家姜榮 所谓国之北疆 是这样的意思 如果你认为 刚刚傅昆琦 刚刚傑斯说到 马英九觉得 賴清是借贺上市 借中华民国的贺 去上台独的市 甚至是认为 这个说法就是 賴清的说法追求台独路线 引发国际疑虑 挑人两岸关系 加剧紧张局势 他用这些说法来说 我这些做法 好像这些排比句 六个字、六个字、六个字 始终共产党的文算 我也不知道是否共产党 还有是上纲上线 还有是上纲上线 我想说很简单 到目前为止 OK? 由5月20日 这个賴清德 就任中华民国总统 到今天为止 我觉得 简单到不简单 就是 他刻如其分 就是在做中华民国的总统 你之所以说 你说大家要讨论 究竟他是借贺上市 还是不是借贺上市 那是另一个话题 但是他做到今天为止 他都是一个刻如其分的中华民国的总统 那他说的落地山根 OK? 就是陆委会副主任 和这个海基会主席 罗文革 这些都是民进党人 OK? 这个我觉得都是设定的 特意做个马祖 trick 因为那里有个海基会的分会 要在那里开 然后他们就找到传媒来 然后就说这里就是国治北疆 OK? 这个概念其实真的挺新铭的 对台湾人来说 但是这个你看到 有一个方向 这个不是脱口说出来的 这个一定是今天 中华民国总统 乃精德的一个策略 那策略就是他说台盘金马 就是台湾 中华民国已经在台盘金马 落地山根 这个 某程度上都是洗脑来的 你问台湾人 国境之南 我们知道在平东 但是如果你说 你问很多台湾人 最北的地方是哪里? 基隆 是不是? 或者如果你问国民党那班 那班老死忽 譬如附军纪 马英九 他会告诉你 中华民国最北的地方 在这里 莫北 莫河 和你数到去大连 长春 沈阳 北京 什么都给你数了 黑龙江 对 那你是不是瘋了 如果你是台湾人 所以今天中华民国很简单 喂大哥 中华民国总统乃青德 就告诉你 中华民国在台湾 在台湾 在台湾今晚落地山根 最北的地方 就是 就是马祖 这个 这个其实是一个挺沾身的概念 那要慢慢滲进去 是啊 同意的 就是我觉得 记住一句我说话 不是我们 违背了中华民国 现有的憲法框架 是中华民国的 憲法框架 离弃了我们台湾的主流民意 或者脱离現实 离弃了我们的常识 你要搞清楚 常识重要 我们面对现实重要 还是我们遵从一旨的 憲法重要 我再说一次 主权在民 国家是为人而存在 没错 不是人要復应于一个国家而存在 一帮国民党的人 不断支持他们 哎呀不行的 一定要復应中华民国 现在的憲法 没错 我会觉得 你可以这么说 我们对于人权的条款 我们可以这么说 但是对于这件事的话 是违背我们基本的常识 而且产生诸多不变 上次节目讲到 2758日决议 你要重返聯合国 可以 但是你要不代表中国 中国代表权 中国代表权 早已给了这个 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 早已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唯一代表中国这两个字 如果今天捧着这个台湾宪法 就是中华民国宪法 有关第四条的 这个地方 你根本没办法再重新加入这些组织 所以有修宪的必要 要变的 就是我们的心态要变 我们的观念要变 就是说 台澎金马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就是台澎金马 落地生根 而这件事就算没有修改宪法 也都要传给全世界 这就是台湾的主流民意 没错 但是外于很多原因 没有办法压实 这个就是赖清德做的一件事 怎麽搞 祖国论 怎麽搞这些东西 目的上 有策略的 我都是一路强调 都是 这件事嘛 那你说这件事不值得做的 因为我们守着中华民国这个牌匾 不能一串領土不能丟 你就已经丟了 你再说下去就是丟面了 就是你根本上已经没有了蒙古 新疆西藏 所有整个中国大陆 包括香港都不是中华民国 有些中华民国粉就说 香港属于中华民国的 那继续这样说 但我会说 在2024年再说这些说话的话 是梅于现实 不面对现实的人 没有办法去得到成功 现实就是什麽呢? 马英九讲这些说法 而人民日报同一日 14日写一篇文章 賴清德新两国论严重危害和平 哪里有半点温和与克制 跟着拿马英九出来做熊猫猫猫 以台制台 你根本上成为了共产党的一个 马前者 绝对是 一个马桶 你做这些说法 我真的看完这个之后 再加上那些台独 不是台独艺人 那些舔共的亲中的艺人 感觉非常离谱 你马英九 就当你看到解放军东部战区 发布演份的影片 坐着军南汉花冬 就将以前那些花年台东的影片 攬炒就好像解放军 还台的时候拍到一个影片一样 接着发觉这些全部是假讯息 你马英九有没有讲过半句话 去骂这些解放军做的事呢? 一句都没有 当蔡英文做他的所谓的亲善大使 友谊小姐 去到这个捷克布拉格 去巴黎看罗浮宫 英国不让他去不要紧 等着一段时间之后就去美国 今天没有看大选 我真的不知道 好了 说明民主是台湾不可分改 不可代表的部分 你又去哪里呢? 当人家在做事的时候 Where are you? 你在广华医院出生 香港人三个星 请问当香港发生灾难的时候 反送中的时候 你又去哪里呢? 不用客气 刚刚过了的双十 或者明年来的双十 你就不如来香港 慶祝中华民国 一百一十四周年 生日快乐 就够了 香港的东西都不跟你的事 你来香港 恰如其分 因为香港 一样可以给你一种祖国的感觉 因为今天已经是中国领土一部分 正好你何姐 你明年就来这里 五星旗 挑战一下李嘉超 这个青天白日满地雄旗 挑战一下李嘉超 看看李嘉超怎么招呼你 我觉得已经够了 他是主角 对上这些双十期间 他在中国内地 直接是整个人交给共产党 任共产党去消费的 所有 所有 马英九言论 不断疯狂在中国内地 是扩散的 很厉害的 所以 所以 喂 就是 你这些已经是犯了 刑法104条 以及 补充一样东西 刚才桑宝说得非常之对 就是到最后 到最后 台湾是什么 什么中华民国 道统 政统 这些东西 对我来说 或者我相信的东西 或者跟2350万台湾人相信的东西 其实都是不重要的 因为最重要的就是住民自权 OK 到最后台湾是不是中华民国 因为台湾是台湾共和国交给2350万人 对岸的十几亿人是没有你们份的 OK 所以我也说了 未来有一段这件岁月 可能在这8年漫长的 莱青德的总统统统统统统齐 这个年代里面 其实我们更ookedictах 台灣人自己如果想要這樣做的話 那你通過民主的選舉 通過公投 通過其他一個合理合法和平的方式 去處理這個問題 如果你沒有過半人的支持 很難做到的 我想這個是台灣民意的檢驗 現在我們看回台灣民意 就是主流民意 雖然我不是那麼喜歡 但是我都要接受 就是我都要面對現實 同樣的原則就是中華民國 OK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如果你有任何的疑問 覺得我們那些蒙古是屬於我的 是你自己精神性利法 法統性利法 道統性利法 你有問過蒙古人嗎? 主權在民何在? 民主精神何在? 住民治缺何在? 請問這些東西你有沒有問過那裡當地的人呢? 還有你還是這樣的想法 其實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 那一套自古以來的論述有什麼分別呢? 是不是? 如果你今天還有國民黨的人覺得 香港、蒙古那些是我們中華民國的 其實你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沒有分別的 還有就是要搞清楚一件事情 自古以來真的沒有一個國家是自古以來的 如果你讀一下歷史就可以了 頂你 是不是? 一切這麼簡單而已 如果你這樣說 今天歐洲有很多的國家都犯禁 烏克蘭、霍索玉 這些全部都犯禁 這些國家連五十年都沒到啊 是不是? 我們這些代人看著他們出生的 那如果你每次都說自古以來 這個世界不用再繼續向前走的了 OK? 沒錯 所以我覺得自古以來華山下水 最適合你就是自古以來 是不是? 就是你湧著山湧著水就搞定了 就是各位不要輸打贏 我覺得這個是基本的原則 那當然除了馬煙九和歐陽、那那門之外 我們也要看回 有一個國民黨的前皇復興黨部的主委 也都是退役的少將叫莊佑俠 我希望沒有讀錯 就是莊佑俠 是 莊佑俠 很難說 他跟張佑俠有沒有關係呢? 是不是跟中國那個 整天都有這樣的名字 就是那個工場就是張佑 這個就是張佑 就是沒有H音的 就是沒有捲舌音的 就是張佑俠 這個就是莊佑俠 人貿不莊嘛 張就是很good的意思 善良的意思 就是張佑俠 那麼 國防部呢 就在10月15號呢 就是發佈一些事情 就說對這個 台灣國防部呢 就說對於這個張佑俠呢 去香港出席一個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的活動 統戰活動呢 覺得是違規 因為它呢 就是疑似 起立聆聽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這些行為呢 是違反兩岸條例 我等一下會講到有關的規定了 裁決它呢 停止領受呢 五年 就是六十個月 的月退五的 就是 薪金啦 就是它叫做 月退五級的子餘 的好奇董 就是說呢 每個月退五的這個 月退縫 就是你的新縫裡面的 每個月退休的這個新縫 原先九萬多塊的 接著呢 就減75% 不是減到75% 是減75% 換言之就是 只是拿了兩萬多塊 就是 今年八月二十號起 一直到五年 就是往後五年 都是這樣 其實所差的數額大概是七萬成六十 這六十個月嘛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數字 就是追繳他們 註銷他們的獎章和執照 那當然啦 國民黨的黃復興黨部 以前呢 一直都是 國民黨的重要的地方 那朱立民上課之內 炎黃子孫來的 炎黃子孫 炎黃子孫 那什麼叫做黃復興呢 炎黃子孫 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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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那這個黃復興黨部 其實就是那些退五軍人 而且這個是中共滲透的大本營 它可以跟你說 哇這幫退五軍人 國民黨現在又不理你 民進黨不理你 共產黨不理你 說好吃好住 說包心似土 聲聲相識 女人悠悠 什麼你要來的地方 保馬丁居鄉悶路 什麼都有 那希望你們個個都希望 來到中國那裡投壞送譜啦 所以這幫人呢 有幾個是 譬如于北辰 他能夠走出來 是 這個很厲害的 是的 但是你說莊又俠這些 將軍 或者是將軍 我們的余將軍 余北辰 余秘陳 他真的很厲害 他現在是桃園 做市議員 我記得 然後莊又俠 這個根本上是很離譜 去香港出席這個所謂的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的活動 他就說 我有出席 但是我沒有起床 你說我起床 不對 我沒有起床聽過歌 我是坐在那裡的 我有錄音 錄影 全黨做證據的 我要上訴 當然他有上訴權利 這是他的法律權利 但是我只是說 我看回法律條文 沒有說你一定要起立才要罰你 你今時今日出席這個和統會的活動 所謂何時 就是想準備接受統戰 今時今日 在這個兩岸條例 那條文是這樣寫的 你們參加大陸地區 或者香港地區這些官方 黨政軍舉辦的活動 以這個黨政軍活動 而且有妨害國家尊嚴的行為 而他定義什麼叫 妨害國家尊嚴的行為 按照兩個條例 九之三條的決定 就是向象徵大陸地區政權的 旗、揮、歌、做行禮、唱頌 或其他類似的行為 就已經算了 就是他開放式的定義 而這件事 你去到和統會的現場 擺明就是中國要侵略 吃了台灣去 那你參加這件事 是不是基本上還要比 行禮、唱頌更加嚴重呢? 你問我就是 如果今天 是一個黨政軍的活動 你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或特區這個香港的區旗 續旗揮歌的行禮唱頌行為 就等於以前香港很多的 區議員被迫要宣誓 除了什麼都不宣誓走人 或者就是說我辭職 用不同的方式來處理這個問題 他們都要有 我們香港人有骨氣 台灣這個 保衛中華民國的退役少將 曾經保衛過的人 原來做這樣的事 所以難怪黃定宇立委出來說 武德倫喪 就是文武的我說 武德倫喪讓人不安 這次國防部的財閥是合乎比利原則的 你問我75%太少了 第一應該取消 第二不知道五年終身不給任何月退縫 你就出去走 你這麼喜歡 你就過去中國生活 第三 第三 以前你拿過的所有的錢 這個追翻翻 這個最基本 就是基本上最大的罰款 他現在好像也有追翻之前的錢 是啊 甚至現在Puma 這個沈博洋 立法委員 就認為要將刑法104條 做四個不同黨次的一種區分 他就不像香港國安法的 要有非常清晰的控罪元素 第一件事 哪種情況我們判比較輕些 哪種情況判比較重些 尤其是軍人出席中國和統會的活動 應該起碼有中度的刑罰 就是我想這個是修法的一種趨勢 但是因為立法院三黨不過半 現在很難突破 現在搞《和解飯》之後 星期四 就是我們在做節目的時候 就是說會做這個朝野協商 就是究竟卓榮泰、行政院 或者是民進黨的黨團 怎樣跟這個國民黨的黨團 談得出一些優先次序了 大法官、立法委員 或者NCC就是傳媒機構的一些委員 以及關於這個總預算案 這個是重要的 但是這一件事 這些這樣的情況 這些法例的修正 會不會排在比較後一些呢? 可能會 所以問我比較難的 所以我覺得在這件事 這個莊佑俠絕對是一個 背叛國家的行為 是一個賣國賊 他應該要做的事情 應該要更加嚴重心 甚至我覺得軍人是沒有退休的日子的 他有退伍的情況 但是他永世都是軍人 這個情況就等於 就是你做一個終身職業一樣 做法官一樣的 你永遠都是做法官的 你永遠都是做這個軍人的 你退伍 你都要守回軍紀的 現在台灣就很文明 就不止兩蔣時代 現在退役軍人是不會受軍法處置的 只有現役軍人才會受軍法處置的 那這幫人呢 他們會受的事情就是 兩岸條例怎樣怎樣 所以很輕的 完全沒有錢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 共產黨給他的錢 都不止這筆錢 如果真的要給的話 所以我會覺得很輕 如果沒有任何更有阻礙的措施 更多人會做這個事情 所以我會覺得應該要立法修訂會比較好些 我不知道傑斯怎樣看 跟你剛才講一樣 用兩岸條例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就沒有罰則的 但是呢 其實就 其實是輕得很緊要 如果你問我 因為他 大哥 這個莊友俠是退役少將來的 他不是歐陽娜娜 他不是什麼張兆霞 不是吳康人 大哥 這個其實是另一個 中共滲透台灣 台灣要面對的問題 就是有很多退役的將領 其實都是被中國嘗試收編的 那我想主要可能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目的就是收封 第二個目的其實都是跟這個收編 和安普 吳康人一樣 是一個大外宣 就是說 總之呢 以前曾經支持過你中華民國 或者民進黨那些 現在都是全部歸順 來我中華民國和國 就是他都是做這些大外宣的事情 但是我想 最重要的就是 罰則太輕了 怎麼可能只是罰錢呢 你說這些事情有沒有發生在外國的中共滲透 有啊 美國試過 英國的軍隊試過 英國試過 我記得 澳洲都試過 就是那些 特別是空軍的 我印象記得的就是 有些退役了的pilot 走去 走去train這個解放軍 開飛機啊 OK 大家有幾個新聞啊 喂大哥 拘捕了是 是軍法那樣的 很嚴重的 不只是罰錢的 很大件事的 那這個 這個 這個其實是common sense來的 你說就這樣罰錢 喂大哥 有九萬元退休金 罰了你七成半 喂 我我我 我是共產黨那邊 統戰中的莊佑俠 我都會跟你說 不要緊啦 濕濕碎啦 那75%我給你 我double給你 還行啊大哥 是不是才多少錢呢 就是完全沒有殺傷力的 那所以 所以這個 其實這個 就是這個 新聞的荒謬之處 還有不只是一個莊佑俠 如果我是莊佑俠 我又會問一件事 喂 我都是看 我都是看我前面的師兄頭 有個師兄叫吳思懷 做到立委 是不是 那個就過去北京 孫中山一百五十周年 山神的時候 就跑去唱國歌啦 那你又不搞我 你還要搞我 是不是 我好嚇 好嚇 喂大哥 是不是這些東西 就是 完全沒有禮可從 我喜歡 就是撿一個 現在是否只是莊佑俠 那我都要為莊佑俠 平反的嘛 如果不是只有我一個嘛 雖然我是去 是不是只有我一個 你看那個團 去香港那個 都不止她一個啦 是不是 就是這些人 你真是為他可以做這個 代言人 就是 是呀 找啊 是呀 高金素媒都說 我們習近平的 罵他你抓他一扮 是不是 就是馬英九的 這個中華人民共個個八月憲法 最近 今年一月這個選舉的時候 就說 德國之音說 我們要相信習近平 是啊 我們要相信習近平 這樣馬英九講的嘛 抓他一扮 抓我 要罰我錢 在那裡哭 沒有用的 不用哭 中國共產黨 會乖乖給錢給你 OK 是啊 十十歲 十十歲 沒有問題 這個是這樣嘛 所以我說了 台灣如果你以為用錢 產生阻壓力的話 你不知道整個遊戲怎麼玩 我會覺得台灣現在 真的比較 這方面真的比較弱的 而且我也是要督促 很多就是有關 我認識到的一些人 這個地方一定要去修改法律的 如果你不是這樣搞法的 就一定出事 你會可不可以用行政命令 他們不修法 不用過立法院 很難的 因為按照法治的原則 要法律去保留 國會保留 這一點的重要 還有一點 真的要提 是啊 如果 是啊 真的很多 漏洞 就是台灣 其實要再繼續 要做到很多 防化 這個中共的滲透 你不撿一下 那些禮 喂 大哥 你看共產黨多勤力 就是現在透過這個國民黨佔多數的立法院 加上民眾黨 那些翁曉寧啊 國民黨立委 翁曉寧那些就是那些在香港的熔凱恩啊 那些所謂的 很懂法律啊 他開始去執 他開始透過 就是在 在立法院佔多數 就去修改一些很多的條例 去方便共產黨走進來的 翁曉寧是我提的 就是記住這個名字 做很多惡事啊 不過我一時間記不起 下次記起我數給大家聽 這個勤力到不得了啊 共產黨真是 他在出商量啊 每個月 一份量就是立法院的薪 一份量是共產黨給他薪 每個月出商量啊 大哥 你真是 這個真是 共產黨是否出商量給他 我真是不知道 但是是否出商量那麼少 我也不知道 大家猜了 但是我可以說 翁曉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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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他是 幫共產黨做很多東西了 是啊 就是無論在關鍵時刻 他會出來講很多東西的了 尤其譬如說 憲法訴訟法修訂呢 當時要 就是叫做 凍結整個違憲審查機制呢 他出很多力的 翁曉寧 是啊 然後你說 清鳥行動的時候 他打得這幫清鳥罪行的 也是他其中一個 是啊 就是幫共產黨做很多很多東西 他是猛將來的 猛將來的 猛將來的 希望做下一個苦軍期 是不是真的打算這樣 嗯 就是另一個盧秀燕 希望做這件事 但是我只是說 這個 國民黨呢 有時候我們都知道 要區分他的支持者 和這個黨本身 這個黨是基本上難透的 除了幾個人的清葬派 其實不支持九二共識之外 絕大部分已經難透了 但是國民黨的支持者 上次的節目都有講過 有五成以上的人 都依然會 Defend Taiwan 說中國共產黨打過來 會防衛中華民國 這一點都已經有 整個過半數的人支持 當然遠遠比民進黨支持者 裡面去Defend Taiwan的人數 但是起碼 你不可以把你的全部 背進去地獄 所以我們要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 要非常細緻和小心 就是不可以說 支持國民黨的 全部都是垃圾 我也不會這麼說 我肯定看這個節目的 既然有些人 不服氣我剛剛講的話 或者傑斯剛剛講的話 認為中華民國道統很厲害的 一定要抽海堂的 我尊重你們的看法 雖然不同意 但是呢 你們要Defend Taiwan 如果你們Defend Taiwan 都不要我們開門投降的呢 那我覺得 那不如你看其他節目還好 有很多中天新聞的節目 適合你們看的 可能你不會這麼多 死這麼多老細胞 多好看的 我整天都看的 中天真是 你要懂得看就很好看 當然不是普通人可以看的 但是就真的不錯的 挺精彩的 是 這個就是有趣的地方 所以我會看這幾單新聞 就是會更加覺得 比如剛剛羅文嘉 他在這個馬祖 他是海基會的秘書長 因為海基會的主委 這個誰啊 鄭文燦被人抓了 所以現在秘書長羅文嘉 就要披掛 披上箭袍上陣 那他就去到這個馬祖那裡 講二六共識 就是二六共識什麼意思呢 前往馬祖的二六據點 就是一個雕堡來的 很簡陋的雕堡來的 那就是說 九二共識呢 有三十幾年的歷史已經過時了 他就希望在這個地方 迎接這個中國的海協會 過來協商二六共識 就是二六共識 另外呢 就是講這些東西就是 民進黨是很可愛的 就是有策略的 大家在一起在做事的 都是 都是發理台灣向 其中一個方向就是 跟你講歷史 夠膽啊 過來講歷史啊 就是現在你看到每個人 是啊 真是生氣的 幾有攻擊性的 因為就是其中一個東西 我想他都看到的就是 你共產黨敢不敢出來 講歷史啊 擺擂袋 就是這個是其中一個東西 這個都值得去做的 就是不錯的其實 還有起碼是一個 不要坐在那裡抵人打嘛 主動一點點出擊 所以我上個星期都講 民工武手啊 現在是OK 那就 就是 我覺得是做得不錯 就是這個 這個當然就是 在賴清德的領導之下 去做這些事情 值得去試啊 還有一些梅花綠的嘛 就是那些在大丘島 在馬祖的大丘島 是很小的島 是啊 很多梅花綠的原因 就是當時有些綠 於是乎就是 那些軍人照顧他 想起來就殺了他 那些居民、軍人又不捨 有些軍人又不捨得 那於是乎就是養 讓他們放養在地上 哇 在短短這個1998年 到現在 十幾隻 那你互相在那裡交配嘛 整幾百隻出來了 有六角的 好像內良的那些綠這麼可愛 不過他們沒有剪這六角的 那麼浪文家 就用草去餵那些 那些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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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覺得不好的 那你送這些 這些是約束的大哥 你虐待那些綠 那些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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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馬馬統統就更加好 又馬 你喜歡馬馬 又指鹿為馬 又馬英九你最喜歡 那就對了 然後呢 統統 那你喜歡統一 那你非常喜歡 對不對 你不喜歡都不行 你不喜歡都不歡迎統一 所以馬馬 還有統一的統 那不就是馬統 是的 送個馬桶給你 Thank you very much 所以這個就是給你 你也要接受吧 大家開心嘛 你開心時是開心的 大家最重要 好 這個就是我今天講這些關於 大家明白了 也很感謝傑斯 我覺得接下來我和你都是 我又自我嗨一下 我覺得我和你都是任重道遠 我們其實在賴清德還沒做總統的很久以前 我們那些年在香港在D18的時候 我們已經經常講台灣的歷史了 其實我覺得是可以 現在是時候再深入一點點 可以不時就講講這些台灣的歷史給大家聽 其實大家越聽得多你就會明白 就是你再繼續聽著對岸說 自古以來台灣是中國領導一部分 你就會覺得越來越好笑了 好像我們覺得這麼好笑一樣 可能你現在感覺不到 為什麼我們經常覺得這麼好笑 但是你聽得多讀一些台灣 真正台灣的歷史 你就會知道是很荒謬的一件事 所以我覺得未來其實在新桑在神州 我們即時有些雅致 有些慶致 我們就隨時可以講這些台灣的歷史 簡直是沒得定的 好 真正好 真正好 真是很喜歡和傑斯聊這些東西 都很開心大家一起捧場了 下一節呢 就有意思去到傑斯頻道了 好 我們講的 這個大選是不是呢 是 繼續啦 沒辦法的啦 還有不夠三個禮拜 所以我想這幾集的新塞神州 怎麼都要每集呢 找半集出來要講美國大選的 我們先休息一會兒 回來繼續在傑斯頻道的新塞神州 我們繼續講一下美國大選 好 同時見 今天你們快點見 我以為你們會親阿幸對的 我以為你們會親阿幸 都會親阿幸 也會親阿幸 你們有些人